就是现代社会女人的保养 40岁以前女人都年轻 不是45岁是最漂亮的时候 您还给加了5岁 45岁这是法国人说的 法国的男人说的 45岁的女人是最性感的时候 45岁 所以其实呢 45岁是女人的高峰 所以女孩都其实等到45岁再说 45岁就老少通吃 对不起 他刚才那个眼神 他一定有45岁的女人 那我们也等嘛 我们等到你们45岁吗 不是想等到你们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说 我跟你讲45岁的 就是你要找 你现在多大了 我49岁 49岁了 你要找个45的最好了 其实 是吗 又懂事 又有点初恋的感觉 又性感又美 就真的女人到45岁特别美 就是其实女人在50岁以前 都特别有希望 行 那就是45岁特美了 然后我跟她好日子就5年 是吧 50岁以后都怎么办呢 这是生命的真意嘛 50岁以后就成我这样了 不是 这个 当那时候法国人又改了 你说 法国人说55岁最美了 因为人的娘 这是原来那么这个40多岁就挂了吗 现在要100岁吗 真的我现在就觉得我 80岁女的也特有 牙都掉我现在真的就是需要跟这个多跟老师学习 你知道吗 我真的都跟老师学习 就是就是经常你看他们这个修养的这个层面的老师就正经常交给我 就是说这个你要懂得欣赏40多岁女人的美 你不要老看着那个小姑娘 甚至有一次这个阿老阿诚老师 大家说起一个什么 说起一个人就爱找漂亮的 阿老叼着烟来了一句说 这是相貌观还没过呀 我觉得这意思很深 你能不能欣赏 我就觉得我正在培养 就是像说那个法国那个女作家杜拉斯那个情人 这个20多岁小帅哥走到他面前 说我就爱你这张宝经岁月摧残的脸 可能也是古董商的儿子 谁是古董商的儿子 你跟苍蝇为这你就赚起来了 就是走过去说杜拉斯那个 我那个前一阵看了一个就是一个纪录片 一个老太子80多岁的自己拍的一个网上的纪录片 然后他说不是一个美国救助票 把他把他拍成美国救助票 他自己在网站还有网站好像 然后他80多岁 然后就是情人多急了 然后后来就采访这些情人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都找他 然后那些男的说找他省事 找年轻女的他有责任了 找这种女的就整天在玩 因为老太太80岁 他不会留着你老在家 他也烦你 就他已经想开了 他不会就你们现在头疼的那些事 就是说女孩让你责任感 又听着缠着你80岁老太子没有这劲 老太子没咬蛾子 是吧 他不要你缠着他 随便 他就是晚上跟你跳舞吃饭 然后他教你什么弹狗什么 教你人生的道理 教你人生道理 跟你玩 然后你特痛 然后他回家了 你回家了 然后那个年轻的男的就觉得 这多放松啊 这种女朋友多放松啊 亚东能欣赏这口味吗 当然 能啊 好像自个儿现在都挺着 能欣赏你真行吗 当然当然当然 我觉得确实容貌确实不重要 确实不重要 因为你往后走 走下去的时候 真的真的没办法 最后就变成一种柏拉图了 其实到年少岁的时候 其实就是柏拉图 对 而且现在观念可怕的是 在中国 做音乐的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还是 这都已经不是分建社会了 不需要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可是确实女的 现在很多我们这边 尤其是他那个还是 年轻女孩 年轻女孩应该他有梦想 不是 我说年轻人也有非常老的观念 也是要他不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年纪大的人 反而确实更加容易 懂得感情是什么 真的是 跟这个年轻的女孩 真的累 你知道吗 说说说说 这一集专题 什么地方累了 前半夜累后半夜累 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 风唐 好多就说这个前卫的 他还有一个很多内情 你不了解 比如说据我所知 有些人 他是挑战这个观念 比如就像刚才讲的 这杜勒斯 杜勒斯 这杜勒斯 这杜勒斯60多岁 找了一个20多岁的 后来发现 这男孩子够阴的 后来一些日记 一些资料翻出来 杜勒斯一直就在抱怨 你看这很有意思 他抱怨什么 他抱怨这个男的 老要跟他聊天 老要看他的创作 但不肯跟他上床 就这个小伙子 你明白吗 他抱怨他 他不肯跟我亲热 其实这个小伙子 我猜 我有点小人之心 我猜这小伙子 是拿录音记录 占有他的文学资料 他这个小伙子好像 我说这小伙子总说 俩人要肌肤至亲的 小伙子总说 我崇拜你的才华 我崇拜你的创作 你写啊 你写啊 但是他并不 他是这么一个 再也我跟你说一个 上当了 所以老师 你也小心 我没有这问题 我没有像杜勒斯那么劝 索拉老师是很年轻的 就是找到那个 他老公那个帅 圈内你知道吗 找的是大帅哥 后来呢 现在也是 后来我永远找大帅哥 对对对 你刚才不是说你容貌不重要 骗子吗 谁说的容貌不重要 你们俩也没说的 他说的 他说容貌不重要 不是他说女的容貌不重要 他在说女人 我说男人 但是好看的女的都找他 你这乐觉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怎么都找着呢 不是我就说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谁 那个萨特和那个波夫娃 这俩人不也来这个吗 就是说咱们俩开放 你也可以找情人 Open marriage 对我也可以找情人 可是是后来就发现呢 就说这个折磨也够狠的 就说虽然咱俩这么约定了 可是据说就是经常 这个女的这个波夫娃 就像个受气的那种 那种泼妇一样 或者经常发脾气 经常为这个事情 哎这玩意儿确实 就是说这人呢 真这么难 对对就是你别以为 你你你你多高大上 你知道吗 你你心里有些 跟大家都一样的东西 哎但是你有机会 成为更高的人 但是那需要经过一层地狱 你知道吗 就是连咱们说的一个 就是说最傻逼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什么处女情节 你知道我觉得包括我在内 都是经过那个时候的 因为我们我们就是那个 哎我比你岁数大 我我们小的时候 我想我想象的我的女朋友 是一个处女啊 你真的有这个啊 我们小的时候 是社会上 你还比我小呢 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呢 你妈你爸给你说的啊 特别坚持 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呢 他比我小两岁 他绝对不可能 你小时候有过吗 没有 你看我们是 怎么可能 而且还害怕 你不觉得处女很可怕 啊 我处女 处女不可怕 就怕处女有文化 没有 不是 我我我我给你举这例子 就是说 你怎么都有这个想法 我在20岁的曾经有过 我就知道就是说 哎就人哪天谁说的 就是什么叫自由主义 真正的自由主义 就是你内心深处的很多观念啊 你能改掉它 你就得到飞跃 比方说啊 当我第一次 发现碰到一个不是厨的 这不是处女的时候 哎我就经历了一个老观念的那种折磨 啊就觉得咱们这个战友越或是 然后呢 经过了这一层折磨 突然摆脱了这个观念 哎呀你那个感觉是海阔平于越 天高任鸟飞 啊家伙不必找处女了 那满地都是啊 你对不对 你还真他妈敢说 哈哈哈哈 有时候就奔向八十岁 现在一直要奔向八十岁 然后发现还是处女 哈哈哈哈 哎呀 看呢 就就就说 好 咱就说说咱说点正经的吧 对呀 咱说点正经的 这是不是倒是你都删了吧 不会全部 全部 就是说那个 东方语 我说我说这个索兰老师聊的兴起 还有一个概念 就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哎怎么完了 我还没说完呢 就是上级你讲的 我说咱这没事 你没说完这儿 就是说 没有 就是提了一个 可以无主题 就是就是你那这棋是说什么 不管他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让我给你查了 你说音乐 上次咱们说发不低了 我就是说 中国有音乐传统 对我刚才跟他说 中国其实有音乐传统 你们要其实 哪怕都不说古代太古了的 那个音乐传统 那从诗经开始说 你但是都失传了嘛 就是声音老在失传 因为翻译不过来嘛 比如说古琴谱 得打那个文字谱嘛 因为济谱在古代的时候 都是这个公诗谱文字谱 它不是五线谱嘛 所以都得翻译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少的 能掌握这个古代的乐谱 所以呢就越来越少的 能够有记载 就都留不下来了 再加上咱还有文革什么的 再给破了什么之类的 再加上还有一个清朝 再给整理了一下 清朝有一个大批的 整理乐谱的一个什么 它整理的时候 就把很多东西 都给文人化了 所以呢其实是少的 就是腾出来 就捡了很多东西 就是它原来特别 可能特别宝贵 特别茅操的 特别真正的是我们的东西 它就给它 清朝的时候 就给它弄得特别文人化 就少了好多东西 就是说认为中国文化 缺乏音乐细胞 这是个错的 中国文化就 你就看 刚才我说 你就看金平梅 连潘金梅 对 潘金梅 连潘金梅 那种竞争对手 见这个西门庆之前 就一定要有乐师的 他要诅咒 要奏很多曲牌 而且那些曲牌 都是特别有名的 什么浪淘沙 山坡洋 就好多曲牌 人家一张嘴就出来 所以那天我就看一个 就是说 而且连西门庆的大老婆都知道 说他请了那个乐师来了 今天请的什么乐师 一来就他妈三弄梅花 还他妈弄 弄什么弄 下次这种乐师都打出去 太俗了 还他妈弄梅花 哪个老汉 所以你想想 就是说他们多有文化 咱们这一说文化 就三弄梅花 是吧 梅花三弄 还他妈弄了 对 没关系人家给他倒装了 对 还梅花三弄呢 可是呢 就是连 我就是看那个看 看特别瞎流 所以还弄什么弄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他们那个 就那还是胡同文化 那个是 金平梅是胡同文化 市民 市俗的 对 市俗文化都已经这样的了 在那个时候 你想想 可是我们今天还觉得这个 是亚文化 其实那个是俗文化 是完全是街上的人 潘金点想勾的谁的时候 山坡羊来一段 什么的 今天来一段滚绣球 再明天再来说 就是各种取牌吧 就是他都熟记 而且说今天老爷来了 咱们都得什么茶 什么酒 什么菜 什么取牌 都是配套的 夫妻生活要配乐 咱们有这个吗 咱们有这个 咱们没这个 咱们现在哪有这个 所以其实是丢了 就丢了太多的 这个世俗的 我们再看一段东洋 对吧 这爱情动作片 然后文涛说 这个可以 不是 我就是 我问你一个隐私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说夫妻生活 或者说男女欢好的时候 生命的大和气 你有听音乐的习惯吗 我呢 音乐特别差 我从来不听音乐 写作的时候也不听 那时候也不听 那你都是在寂静当中 这个喘息 是吧 有星星的声音 然后有月亮的声音 有琴的声音 我觉得音乐 你要是一旦要上来 你就离不开了 它就是你生活的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真的 咱就那天讲 Bob Dylan的这个 就是说唱 就是说人最早是混在一起的 歌舞唱 所有的诗 就像你说的曲牌 它都是唱 我想起今天 咱们说什么话题了 我想起来了 跟亚东有关 我想起来了 就什么话题来着 就是说给Bob Dylan 得诺贝尔的奖 他的评语是 他直接承接了河马的传统 不是海豚河马 银游诗人 银游诗人 河马是诗 咱们今天想讲讲 这个异国 你知道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和有一种叫异国主义者 和民族主义者 好像是个对立的 民族主义者 有人认为 不是我说的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 就是我的最好 我这最好 家乡最美 对吧 但是异国主义者是什么呢 最远的东西最美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有点异国主义 就是因为我老爱唱那个 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就远了 有一个好姑娘 我觉得最好的姑娘在远方 他们就讲 有学者说 河马就是西方历史上 最早的异国主义者 因为在河马史诗里头 他就经常会唱到 比如说最远的 就是我们希腊人 所知道的最远的一个民族 叫什么阿比奥伊人 还是阿比伊 还是什么波伊人 就是说 那是最美好的 那里生活美好 阳光灿烂 南华与爱一切 就是说 这个异国 他有这么一种 就是说 远的地方 最美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的看法 因为你们都有 我特别羡慕的经历 就是 当过妇科 我 治过卵超癌 他在美国学多年 然后索拉老师 更不用说了 索拉老师就是 去过欧洲 上个世纪80年代 就去过欧洲 他是先在伦敦 后来又去了美国 这么多年 最后又 胡汉三又杀过来了 是吧 又这个经历 亚东呢 我要给你看看亚东 拍的照片 亚东里面这音乐人 现在要不是快失业了 改行当摄影师了 人家都玩胶片呢 亚东 而且亚东照的照相很有意思 你能看出他照什么 亚东你得说说这是哪儿啊 这荷兰好像 这是牛吧 荷兰 好像是不是你说 那个梵高的老家 对对不是 这个不是家的老家 这是他一个小镇 对吧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亚东的手呢 不是 这雕塑 在展览馆 亚东的手这么实话嘛 然后再往下 刁得好真 特别好 翻高吧 翻高吧 照出印象派这效果吧 这是胶片拍的吗 胶片 这是胶片 你看在下面 真好 这是哪儿 挪威 挪威 真好 冰川嘛 冰山 你再看下边 你看他张开这个小角落 你再看 来一妹眼 这肯定是跟你朋友一块去的 没有 真是 真没有 就自己去玩 谁给你拍的这张照片 这可能是我们团里 有一些喜欢的 女的 给你拍的 含情默默的 亚东有个特点 看什么都含情默默 对对 看这个世界都像看情人 对对对 没有 这全是小黑眼 亚东 亚东是 他是特别招女孩喜欢 但是呢 很奇怪的就是 他自个儿最后走上了 孤独的道路 就是 近些年 我突然发现你老一个人 他刚才就说了吗 他刚才说了 他几年前认识我 就是他最后 他拍 因为大家都知道拍风景 他拍给人家有点不同 他开头了 他说我拍人脸 他说我就拍了很多人脸 他出了本书 最近后来又改 就是说拍这个小角落 小细节 但是这个是 因为现在社会不是手机太多 你走哪 比如说在餐厅吃饭 有人拿手机这样玩 你心情特别差 你知道你是在拍我 还是在干嘛 所以我以前是愿意在大街上拍人的 比如说美国人特别好客 你要是拍他 通常人家会愿意给你拍 并且给你做一个表情什么的 但是法国人就老牌资本主义那种 他就很烦 比如刚才拍牛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农场 我们在去拍照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农民 指着我们说够了中国人 你们不要再来了 那不是我在拍 还是我们团队里有人在拍 那一刻我确实在思考 就是说你拿一个相机对着别人 未经同意 这是不是一种冒犯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个有礼貌的人 我不愿意打扰别人 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打扰我 所以好吧 那我就后来不拍了 其实我现在更喜欢拍那些 就是鸡脚嘎栏啦什么看起来 像那个画画有一个叫莫兰迪 我一直喜欢他画瓶子 他是一直画瓶子 而且他产量特别低 一年大概每一个月画一张 一年大概也就七八张画 可是你看他画瓶子的 那个瓶子让你感觉到的 已经完全像人一样 你能感觉到所有的情感 那个颜色的那细微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说 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拍镜物也不错 是不是这是你们喜欢异国 喜欢到外头去 我接他的话茬 就说一个照相的事 你看我走这么多地儿 我很少照相也是 我一个是我觉得我没这细胞 我没有摄影的细胞 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你说的 在国外尤其欧洲人特别烦 就手里拿照相机 人家一看就骂你 就说不是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当开始就骂就是日本人 说谁拿一张机就觉得你土别 照很照 就是欧洲人特别烦你拿照相机照 所以我就特别有习惯 我看过一张照片 就是欧洲人教堂 那个婚礼 新郎新娘欧洲人在里面举行婚礼 然后那个教堂不是有那个窗户吗 然后巴一一排脑袋 一个中国旅游团 说异国吧 就是我就是现在的我的感觉 我其实以前我觉得好像 也许我那个就是对异国的那种 好奇心和爱好可能就过去了 就是我对我现在目前的状况 我就老在想 就英国以前就是好多英国作家 特别棒的作家 他们一辈子没出过村子了 就是在他们自己村子里面 连村子都不出 你看康德 就在村子里头 而且就好像我记得那时候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问过我这问题 他说为什么你特别想 你想过没想过 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家 很多英国作家是不出村子的 为什么你要那个特别想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就想周游世界什么的 那时候我就别人就问过我这问题 我到现在就翻过来再想 我觉得这种多幸福 如果连村子都不出 但是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 我觉得太幸福了 但是你说这种 我就说索拉老师 他不是一般人 你知道就说 我不是你介意不介意 就说你像他是个红二代 我再不说这个 我介意 你介意 问人照相 我还这个 对你这样的一个人 光积一下八十年代 就跑到西方世界去 我觉得你的感觉 跟我们不是太一样的 因为我没有红二代的感觉 所以我第一就不爱说这事 我没有这感觉 我出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 其实我都一落三尺 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是作为国家代表出去的 就是那个 就是有约请 那个时候是 确实是 因为是 也不是国家派我的 是美国那边请我去的 而且他的 就是 就是什么 级别很高的一种约请 所以那一次 我觉得那种 第一次出国 是那样的一个约请 你其实真正不知道 什么叫出国 因为你旁边 老跟着翻译保镖 之类的事 那不叫出国 那也没有什么自由 你就是能够品尝一下 别的国家的什么什么 后来我在自己出去的时候 我是作为普通人出去的 而且呢 就是出去以后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自由 就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你 所以我什么身份都没有 我那个音乐学院的身份 都没用在欧洲 就是人家 人家不认 就是说 而且就英国人不认 英国人就说 你中央音乐学院算什么呀 就根本就不认 你这中央音乐学院 就是你得从一个白定 开始从头来 我得看你 是不是能写出东西了 或者你做出什么音乐上事 让我们服你 你是中国作家算什么 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 我们也不看 我们也不看呢 就是这种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完全白定 可是我 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舒服 就是心情特别好 特别自由 真的是自由 感觉就特别像 电影里头 那种感觉 那种自由 万人如海 一身上 就等于当时 他在国内是名人 是samba 在出去就no body 到那儿就 是samba 特别自由感觉 解放了 就是你一开 就是我记得 就是像特别像那种 在一个阁楼上 然后住的那种 小鞋的那种阁楼的 一打开以后 全都是城上的 一个个的小房顶 看着 然后想太自由了 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太好了 下顿饭在哪呢 对 太好了 这感觉太舒服了 诶 这唐哥呢 唐哥呢 其实我是这样 我是到了四十出头的时候 才 其实我二是 MBA在国外读的 然后去那个 曼几西那公司呢 就干了十年 差不多那时候 老是到外边转 可是你每回都觉得 那不是自己的地方 吃的也不像 然后人也不像 忽然有一天 就觉得 好像这个陌生感消除了 我不太紧张了 我基本觉得 就是说在街上看的人 也跟我在北京南城 这样的人也差不多了 这个七情六欲啊 什么的 你不知道 都也贪嗔痴 也都类似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挺奇怪的突破 就像有时候 你读历史书 我知道读好多历史书 你忽然有一天觉得 麻痹了 他这些小心眼 大心眼 跟现在这些人 也没啥区别 就古今不二的 那么知道 我现在 比如说让我写 美国的故事 或写一个 宋朝的故事 可能差别不大了 我觉得这可能 您要反反复复看 我觉得这个英语 这个东西 反而是要 要常觉得哪些东西 你没明白 哪些东西 你觉得好奇 新鲜 新鲜在哪 跟你有什么相同 跟什么有什么不同 就整天在想这些事情 慢慢也就觉得 就慢慢就通 我这是一个突别了 但是我也就 你刚才讲那种状态 我就坚而存在 他们就说我呀 我是什么呢 就是待着就不想出去 出去就不想回来 就是这种 我就是说的 你说你让我一辈子 做一个宅男 没问题 我自己很少有主动的想 外出的这种欲望 可是呢 另一个方面是 外出欲特性 我不管到了哪个国家 去了之后 我就改机票 一般都会延期 就是我就不想走 在那边寻找了女朋友 没有 就是好像贪恋那个地方 就会被当时当刻的 那种东西 给迷住 就是不想离开 你就是 你出去是什么感觉 我去 因为我语言不好 不像比如索拉老师 你们可能语言都比较好 比如说可以跟大家聊天 可能很快融入到那个 我觉得我去所有国外 都是我喜欢那个陌生的感觉 就是待着 我也不跟别人交流 基本上就是观察完 因为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 是跟你习惯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当时写那个 最早写那个书的时候 叫《初见记别离》 是因为我一直坐在车里 坐在车里就一路走下去 我发现好多地方特别好看 但是就看一眼就 因为我想我可能以后 不会再来这个地方 就有的时候是看一眼 就再见了 再也不会见了 那后来我想 因为特别小离开家 而且确实我是居无定所 一直以来是这种的 所以就会 发情人都像个漂泊者 对 就是会觉得说 就 对 就走来走去 你觉得说好吧 你比如说习惯 比如北京是加拉 因为待二十多年 可是你觉得有一天 比如我在法国住一酒店 我走的时候我不会管他什么 我不会在那个一个月的时间 去装饰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要走 可是事实上 哪个家你不都得要走吗 事实上如果说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 就像活另一个自己一样 我理解您说的那种自由那种 就是我觉得是 我就像另一世一样的感觉 那我去北极 有一次我去北极去的时候 我带了特别多乐器 电脑什么 我说一定要在北极写出 就是突破我自己的音乐 结果等到了北极 在那个船上有七天时间 我每天看着那一片白 整个七天在船上 我一颗音符都没写出来 就是那个环境 让我觉得写歌这件事情 已经不重要 我完全就是看着那个 就是全白的你知道吗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 你看出去就是一片白 然后看那个北极熊 就是那么孤独 因为它是独居的 它北极熊不是群居的 跟你一样 对 你看它坐在那 船看半天要走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那个感觉真的 我可能更喜欢那种 就是完全让自己 忘记了所有东西的感觉 你这个都有点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 庄子说的那个坐望 就忘了 就是什么都都 我有 你要这么说 我曾经出现过这种感觉 咱们就说这种 什么天人和夜 或者说什么 就是自己消失了的感觉 我有一次在肯尼亚 就是那个看动物 看动物 拉肚子 你就忘不了自己了 就是看动物 周围是大草原 然后你就看着 那些羚羊 那些就是 好像草长鹰飞的 突然你觉得自己没了 就真的就 就有点害怕 就觉得自己身体消失了 但是你说的这个初见级别离 解答了我刚才的这个原因了 就为什么我到那就不想回来 不像你 你住伦敦是生活 我们是旅行 对我们来讲 那真是就是初见 这说明我还是有处女情节 是吗 对 他就是说 他是最新的 而且不会再有了 你走了就走了 就是有那种感觉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其实我呢 有的时候又像你 就是说我说的好 就是坐在这的时候 说我一辈子不动太好了 但是呢 我一旦到了飞机场 开始一个人坐到飞机场 我就开始兴奋 我有那种感觉 到现在我也有这种 就一个人坐飞机场 马上就用兴奋感 说要走了 说到底都是有一颗骚动的心 要见 好 要见 干杯 干杯 到点 到了 到了 太好了 我们下一个人坐在飞机场上 坐在飞机场上 我们下一个人坐在飞机场上 坐在飞机场上 坐在飞机场上